《金馬典禮》 書裡有一句話 如果你給我的 跟你給別人的 是一樣的 那我就不要了 從返校學第2020 即身統治天才 曾靜華人氣與實力兼具 卻跟金馬入圍擦身而過 一定會 一定會 會失望 因為 誰不想要在 金馬典禮上面 然後穿著漂漂亮亮 很帥這樣走紅 可是真的 在公布完結束之後 那個說明會 文老師那些話 其實我覺得我真的已經足夠了 他看到了我跟返校以來 一路的進步 那我覺得 這個東西 如果被評審看到的話 那就好啦 也不急 我也才22歲而已 沒錯 就是這麼年輕 其實早在高中時期 曾靜華已經學會 投資自己 我那時候 我每個寒暑假都會去打工 每個每年的都不一樣 像我第一年我去牛排店 然後當服務生 然後像第二年去菜市場賣菜 最後一年是跟我大學朋友去 以前親子飯店 然後那時候就存了一筆錢 然後那時候就存了一筆錢 要去拿來投資自己 所以那些東西就把它上來投資 對 對 姐姐只能說這張激歐股 當完兵回來 只會更優秀 分分們入股不虧喔 你沒有要把愛情放到那邊 還是對話 我覺得還沒 還沒 還沒碰到的 就先別討論 遇到再來想 對啊 還會想 想你 我就真的會想 像我 大學高中的時候 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 我 第一眼看到我印象不好 看到他哪一個缺點 就把它無限放大 就覺得說 這就不是我喜歡 就是 現在就算 我對他印象不太好 但你還沒有深入了解 我都會把它 放大概50%左右 剩下的你要去 真的跟這個人相處之後 你才可以 去 去調整 我記得我返校 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 我有點怕你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就一個感覺 大概不會被你列為那個 沒有沒有沒有 就比較 可是現在 就不會 所以我才願意講這些東西出來 娛樂動新聞 求記者哥哥 心理移民面積 報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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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